外人迷,我们都说过了,这个节目是好少有嘉宾上节目了 所以每一回呢,当嘉宾推开那个扑音室大门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问题,哎,你睡醒了吗? 结果,结果这位嘉宾呢,在我们面前打瓣睡,你知道吗? 哎呦,今天出现的我们YES933就是外人迷的就是行医的男女主角 李明顺还有刘子炫 两位早,各位主持人当天中早,我们又睡醒啊 很快的,我们下个星期呢,在八个频道要看到这部剧集行医 然后之前呢,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嘿,你们又再次的,有机会碰头了 所以在那个默契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 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 没有了,太多问题了 吓了一跳,哎,干嘛? 确实是没有问题了 那拍戏跟对手就好像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一样 熟能生巧嘛 嗯,就是说 熟了之后呢,就你了解他之后 你知道他的习惯 他的方向 那合作起来就比较顺手 可是就是合作太多次 又或者说两个人太熟就觉得说,哎呦,又看到你感觉很腻啊 会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之前就说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笑话,结果,所有的记者就当真了 记者会每个人来问我,哎,你看他很腻啊 我就是说 不想再合作了 那子线觉得怎么样 结果就,每个人也跑来问我,说,哎,民生看你看腻了怎么办 那你有什么话要反击吗?这样 那你承认,你看他也看到非常腻 对,我就说,我也只有他而已嘛 我也看得很腻啊 只有我们当时看民生不腻 那那个会看你的话就完蛋了,不行了 最后去集呢,行医两位在就是当中的饰演的是医生 但是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差别 就是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 我们先说西医好了,西医子炫呢 就是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怎么说认真 然后是不相信西医以外的东西的 其实他不相信中医是有个原因的 就是我在戏里面的那个母亲就从小患了癌症 然后就去世了 因为我爸也是中医 所以我一直是认为说,因为我爸的误诊 所以导致我妈拖延了我妈的医病的那个 结果他就去世了 所以这方面的阴影存在 对,对,对,从小就对中医产生偏见 然后,明顺的这个角色原本你是要当西医的 结果因为一些事件,然后没有办法当成西医 才成为中医,要不要说一下 他这个人物的性格非常执着 为什么?就是说,人在你面前生死关头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救人,他不顾虑那些条例 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错 所以被学校开除,因为当时他没有学生 没有那个医生执照 然后开除以后他就说,哎,没关系啊 西医当不了,我就当中医哦 读中医回来 那当初接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 中医给人家印象都是老江湖 知道年纪 就是长得对,对 然后不信任,或者是觉得他们是像神医 那但是这个角色,通过这个角色 我相信很多观众会了解到 中医其实跟西医是一样的 他的诊断的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下药不一样 总之都是被诊下药,只不过是借由不一样的一些药物等等而已 是,然后在戏中,因为一位是扮演西医,一位是扮演中医 在戏中难免会有一些就是要动手术啦 或者是要湿针这样子的一些画面 之前其实为了这部连续剧做了怎么样的一些准备功夫 就,就差就好了 真的吗 没有啦,当然我们会有询问中医师当我们的顾问 对对对 然后下针的时候都是由他们来下 哦 我们不能下针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执照嘛 对 那当然我们可以上,我们可以出针 哦,可以有针是OK的 发现我们可以出针 对对对对 至少有感受到那个整个过程的一半了 哦,OK 那开始也会怕 因为通常你摸到那个针的时候 感觉有刺到东西嘛 对,而且悠悠的一支 对,你还没拉之前,那医生就跟我说 慢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下他的筋嘛 那你没拉太大,你可能会破还是什么 哦 OKOK,这样我怎么怎么 所以说那支针也是有技巧的 有技巧,他有教我们 不是这样子拉就行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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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不是用什么道具手 你是不是用在针人的 针的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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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看到那个预告片 就只是被扎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地方 对 脸部有,手也有 对 背也有 背也有,手也有,头也有 你能看到你的预备吗 在这种连续剧当中 他开工第一天就被扎了 对 我就很衰 开工第一天就 所以你们在拍那个就是针九的戏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看 Final Destination 5 对不对? 没有 没有,不要这样 他一半的时候看了吗 对不对? 我看了,我看了 他看了一半的时候 拍到一半,快要结束的时候 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没有,没有那么像 嗯 没有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嗯 其实针九是很,很,很舒服的啦 只是下针那一下很像马医药一样 对 是,所以就身为中医 在戏中这样子一个角色 当然要学会如何出征 那子炫呢 在戏中扮演戏 之前又需要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功夫 我其实还好 我没有太多就是动手术的那个戏 我反而是跳舞 蛤? 对,就是,就是戏里面我是一个舞蹈助教 所以,呃,必须是很厉害的 什么样的舞蹈? 呃,国标 住国标舞啊 哦,对 我们两个都有 就一起上了好久 他是厉害的啦 我是同手同脚的 哈哈哈 他在戏里面不需要跳得很好 可是因为我是老师 所以我要比所有人跳得正确 那舞蹈对于子炫来说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 很难 哎呦 厉害厉害 他很厉害 厉害哦 哎呦 哈哈哈 老师都受不了他啊 哎呦 哈哈哈 老师给了怎样的评语 啊? 老师给了怎样的评语 啊? 老师给了怎样的评语 老师没有 老师拍词的时候很担心啊 老师就是没有讲什么 就很很近的在旁边看 对 很严肃的 很严肃的 在旁边看 老师很严肃的 我们拍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旁边 问他可以吗 他就一副很严肃的脸在那边 你见了个头 哈哈哈 所以就知道大概是怎样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听到了哈 拍这部戏的这个困难度在哪里 稍后呢我们继续再聊 看看从这部戏当中 两位获得最大的一个呃 就是体验 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些呃 讯息有哪些 稍后我们继续的和行一这部剧的男女主角 没事还有子炫继续的再聊 今天出现呢在yes933就是万人迷呢 就是行一的两位男女主角李明顺 还有刘子炫 两位早安 早 很快的这部剧呢 要在八频道九点档的这个时段 就是上映了就是行一 那这一次呢是再次跟娃娃的团队合作 相信你们应该也相当 跟他们相当数落 然后对他们有一定的信息嘛 对不对 嗯 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一次合作的感觉又如何 就我觉得很对 呃 呃大家都有很多就商量的余地 比如说我们有些有些地方觉得 诶对白不顺啊 就讲起来不口语话什么 我们都可以呃就跟跟导播商量 或者是跟监制讲说什么地方不好 嗯 就呃 就可以商量了 很好商量 以前你合作过的不可以商量的啊 哦 哪一部哪一部 没有因为 以前就是没有是一直跟同一个监制 或者是同一个导播合作 嗯 可是这个连续三部了 我已经是连续三部 所以大家已经是 哎 还算是蛮熟络的 哦 你是说熟的话比较容易讲 对 不熟的话你很难去讲那么多 人家会以为你难搞是不是 嗯 可能 可能也是吧 我再帮你解回好不好 他还有一些 可能可能 敢敢说啊 没关系的 有问题 那明顺你敢敢说 你要说什么啊 讲给你讲 我这次拍的太不开心了跟你讲 真的吗 不要不要开玩笑 哈哈哈哈哈哈 那其实真的很不错啦 刚刚的合作 因为他们的 呃 团体啊 就是说很很集中大家 嗯 都非常一致 然后呢 呃 现场的气氛也非常好 嗯 那当然我觉得拍戏啊 为什么要有 为什么会有一部好戏 好 观众会喜欢看有火化的戏 因为 就是因为现场气氛好 嗯 不管是演员跟演员之间 跟导演之间 或者工作人员 摄影师跟导演之间 的气氛也非常好 嗯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会很专注 然后很愿意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把自己很好的东西丢出来 对 那呃 他们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了 嗯 那这部戏呢 两位饰演的是呃 中医跟西医 所以我在想呃 台词方面是不是有很多跟呃 非常很多学术的名词 或者是很多医药的名词 呃 就难道了你们有吗 呃 呃 那个倒没有 那因为呃 娃娃他们的一贯的 不是说他们习惯 他们的特点啊 就是他们每拍一部戏 他们都在戏里面 尽量在戏里面的台词呢 写一些比较特别的台词 嗯 让观众能够有印象的台词 嗯 然后当中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台词 包括哪一些 我呢 我是觉得我第一场 刚从中国学艺回来之后 在路上碰到一个呃 呃 呃 就把他送到医院去 跟他说了第一句话 很长 对 脑颅左边的那个脑死啦 要怎么样 麻啦 要开刀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我觉得是最 而且要在很紧张的时候 那种感觉讲 对 讲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有一点难度 嗯 嗯 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 他都是讲一些中药的名词啊 什么很长的一些一些对白 他都可以就是很快的就把他背熟了 嗯 嗯 那子炫呢 我 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 就是我这部戏里面 也没有太多的就是 那种专业名词 嗯 就 开刀 开刀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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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就这样子而已 有啦 就是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 有好几句就会常讲的 嗯 然后他有跟我说 他说 其实我们就应该是把这些名字都背熟 就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讲到好像变成一种习惯 到你说的时候就不会别扭 是 对 因为 嗯 就是你在电视上讲出来的时候 你演的时候你讲出来 如果不顺的话 人家会看得出你是在背台词 嗯 因为医生通常他们这些名称是不用背的嘛 对 他们讲这些名称是没有想过的 嗯 表情没有给你感觉 就很顺的 很顺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 是 然后感觉上 因为这一次的题材是比较严肃的关系 你们在整个拍摄的现场 也是表情相当的肃穆很很 就认真不苟言笑的吗 嗯 也有也有也有 但是内心是在笑的 哈哈哈 现场有发生怎么样的一些趣事 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嗯 拍这部 开始跟他会有一些 就比如说 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些戏 但是会 会觉得好笑 会觉得笑长的感觉 你看他的脸就想笑 对 那个是从拍 那个拍麦开始就原戏下来 真的哦 对对对 拍麦比较 我比较严重 就我一直看到他 就忍不住想笑 嗯 就大概拖了有十多二十分钟 然后这部戏就轮到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对 就好像传染病一样 对 在对方的脸上长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幻想着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让我们笑 看到对方就笑了 就是因为两个就是保持在一个很快乐的一个 就是水平 然后那个就很放松是吗 所以就没有那个很很很 知道吗 强迫被拍起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笑了 对对 因为这本来就是拍戏的气氛 本来就是要这样 我们每演一个角色 我们不能把一天下来的情绪带过去 嗯 那如果你是零情绪过去的话 你能够把那个角色的情绪带了更多 更好出来 对 那两位合作过那么多次了 觉得彼此 最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是最欣赏彼此在演戏部分 就是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呃 她的话我觉得她最近 呃 花了一大部分就是在感情 表达感情的那部分 有很大的一个一个进步 啊她微笑哦 你先笑得好开心哦 这个是因为我跟她拍拍戏嘛 嗯 一定知道的嘛 因为我连续两部跟她拍嘛 那拍卖就是到这个这个这部戏 我觉得有一大部啦 有一大部 嗯 那我觉得她呢 她是在在 呃 在感情的层次上面 就是不管是呃 呃 哭戏啊 还是呃 骂人 还是讲话 她都她都会把那个细节做得很好 就是大家可能会呃 一个tone 两个tone这样过 可是她不会 她会分很多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小层次 嗯 所以演起来 你看起来会觉得很丰富 那场戏会很丰富 嗯 对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杨卫呢都彼此哈 在呃 就是夸耀彼此在这个呃 演技方面呢 都是达到如 如何高的一个境界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是所以呢 如果呢你期待着看着他们的这个 演戏的这个天赋 还有再加上呢 他们对于这一部呃 就是连续剧所付出这个努力的话 不要错过行一哦 就是在10月25号 美光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8天到 报告 是 听众说为什么一定要看这部行一呢 行一 看了之后你会多了解 关于西医和中医 他们他们其实没有重复的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对他们一样 就是说你对西医有信心的话 那你对中医肯定也一样有信心 通过这部戏之后你就会明白了 嗯 还有很丰富的感情线 所以一定要看 好 希望下个礼拜二这部剧 就